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心理学家认为爱情里的热恋期一般会持续三个月左右 这也是一段成熟恋情里必不可少的第一阶段 相互依存 两个人从相识到相爱一定是被对方身上的某种品质所吸引 这种吸引力使男女双方毫无抵抗地陷入爱情 热恋期的情侣会放大对方的优点 觉得眼前人是世界上最爱的人 渴望时刻都和这个人连在一起 这个阶段也是最容易判断一个人是否爱你上瘾的阶段 如果对方是真心爱你会很疯狂 也是热恋期的女人 如果她爱上你上瘾 逃不开以下三种疯狂的表现 第一种 接吻的时候很用心 也很疯狂 第二种 喜欢黏着你 见不到你就疯狂想念 第三种 欣赏你的一切 疯狂夸赞你 一 接吻的时候很用心 也很疯狂 处于热恋期的女人 爱上一个人后 一旦有了亲密接触 比如牵手亲吻拥抱等 便把自己的真心交了出去 对你动情的女人 才喜欢跟你有亲密接触 特别是接吻的时候会很疯狂 女人骨子里都是感性的 如果爱你上瘾 接吻的时候她会用力抱着你 很用心 很自然地闭着眼睛跟你亲吻 闻到动情初时会主动回应你 这个时候她和日出现心跳加速 害羞脸红等现象 因为接吻的过程让她产生了幸福感 不爱你的女人 接吻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表现 大概有这几种 比如 敷衍 不会抱着你 很被动 让你无法感受到她的热情等等 所以男人如何判断一个女人是不是爱你上瘾 跟她接吻就知道了 二 喜欢黏着你 见不到你就疯狂想念 女人一旦对你动情后 心里就有了牵挂 在一起的时候喜欢黏着你 喜欢对你撒娇 不管是宅在家里还是出去玩 她都乐意陪你一起 这个时期的男人对女人这种反应很受用 因为她知道把她放在心肩上的人 才会如此在意自己 如果哪天看不到你 她会疯狂的给你打电话 发信息 分享一天的生活 或者倾诉她的想念 你的信息她都能描绘 不会冷淡你 反之 不爱你的女人 在热恋期会显得很独立 好像什么事情都不需要你 不在一起的时候永远都在忙 就像安家里的王子健和艾米丽 艾米丽不爱王子健 所以不会黏着她 对她的回忆永远冷冰冰 说话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所以一个女人是不是真的爱你上瘾 看她跟你在一起时的态度 看你们不在一起时候的态度 都能够判断出来 三 欣赏你的一切 疯狂夸赞你 常说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 往往从欣赏这个男人开始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她的男友在外人看来很普通 就像我们身边的甲乙饼丁一样 但她在她的心里 男友处处优秀 哪儿哪儿都好 就连她早上起来翘起的头发 都偷着可爱 其实道理很简单 情人眼里出西施 对你动情的女人一旦爱上你就上瘾 你在她的眼里就完美 没有缺点 她欣赏你的职业 欣赏你的为人处事的态度 欣赏你的鼻子眼睛 因为欣赏总会不吝啬地夸赞你 时期的男人自信心倍增 身上有个使不完的劲 想拼命工作 给爱人更好的生活环境 反之不爱你的女人 不仅会不欣赏你 还会打压你 你做什么都是错 在这种状态下 男人只会觉得丧气 所以判断一个女人是不是爱你上瘾 看你们在一起时 她是否欣赏你 是否经常疯狂夸赞你就知道了 结语 女人爱你上瘾会疯狂闻你 疯狂想念你 疯狂夸赞你 非常准 有研究表明 男女在坠入爱河后 人体会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 爱情荷尔蒙 这种爱情荷尔蒙 就是产生爱情的原因 爱情荷尔蒙中的成分有多巴胺 等级乙安等 多巴胺能让人产生欢心的感觉 比如拥抱和接吻时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等级乙安是一种类似来电的感觉 比如陷入爱情里的情侣 接吻时很用力 疯狂夸赞对方 对未来充满信心等 如此看来 若用一种魅觉体验来形容爱情的话 我认为肯定是甜的 我们常说吃甜食能让人愉悦 而爱情里的甜 同样可以给人带来愉悦感 愉悦感这个词很重要 如果你处在热恋期的你 常常产生愉悦感 那么不用怀疑你爱对了人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